美国总统特朗普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墨西哥总统聂托参加了协议签署仪式。 新协议取代了先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。 这是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批评的一项协议。 他称其为历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议, 并指责协议自1994年生效以来造成了美国制造业岗位的流失。 特朗普在仪式上说,这项新的贸易协议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贸易协议之一, 三个国家都从中受益。 在美国,新的贸易协议将支持高收入的制造业工作, 并将促进包括农业、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内的多个领域的出口。 作为我们协议的一部分,美国将能够锁定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准入, 并大幅扩大我们的农产品出口。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,这项新协议很重要, 因为它消除了加拿大与其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不确定性。 他说,新协议保留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最重要的部分。 必须广泛公平地分享贸易的好处, 这就是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成果, 这就是为什么完成这项新协议总是如此重要。 作为结果,新的协议保留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关于确保加拿大70%以上的出口产品免关税准入的条款。 暂ta那not九协议还千万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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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。 ин 마� castle,再专屉,大家好gyrav不敢帮市三成果, 攀战 peril Moy guests, 最近一直在座站休息 加拿大线 Ahhh 还有什么好处 完全但是 谢谢观看